三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军事家、政治家 那么三国演义中哪个谋是更聪明呢? 我觉得应该根据略、谋、G来作为等级划分 略 诸葛亮龙中队的三分天下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 国家级的战略的肯定是最高层面的等级划分 谋就是一个区域性的谋划 陆迅曾经向关羽示弱让他骄傲 在攻其不备 G 当时成玉模仿徐树母亲写了一封诈骗信把他骗来 这就是一个事件性的计策 这三个高低历线的层面必须分级划分 当然也要根据现计献策的次数和正确率来作为主要参数 威作个排名 如有不对 幻影广大只有帮忙纠正 庞统曾经是周瑜的部下 东吴江南俊借给刘备时 他也随之留了下来 在诸葛亮推荐下加入了刘备账下 赤壁之战 曹操担心士兵运船中了庞统的连环计 就因为这个连环战船 曹操的船队几乎被烧得全军覆没 当时庞统叫徐树 在军中散播谣言说 西凉马腾准备袭击击 要徐树带兵回去长安守卫后方 于是徐树就逃离了赤壁战场 当时在白水关 庞统极力建议刘备去西川 还为公川提出上中下三册 上册时马上挑选精兵 连夜赶往成都发动突袭 再取一周 但刘备认为操之过急 下策是先回荆州整顿兵马 这个等于没说 中策就是先斩杀 阻挡刘备占领一周的武将杨怀和高配 然后再进军成都 刘备最终选择了中策 也最终成功夺取了一周 庞统最终都不能实现他入川的夙愿 还办到搭了性命 庞统的名气太大 但他的实力并没有过多彰显 江东三节之一的周瑜 生的鹦鹉帅气 江东人名称为周郎 他曾经设计生情太史词 曹操曾两次要求孙权遣送质子 但周瑜让孙权拒绝曹操 质子就是王氏子寺 送往别国作为人质 周瑜是典型的鹰派 在孙权坐领江东后 主张讨伐皇祖 在曹操南征时 又极力主张与曹操决战 赤壁之战开始时 周瑜在三江口调度有方 大破曹操的水军 取得开门红 过后再用反舰计 糊弄蒋干 计杀菜帽 苦肉计 严格来说 这条计策有一多半是皇感 罕责的功劳 火烧战船 客观实际的讲 如果没有旁统的连环计 没有诸葛亮的东风 周瑜的火攻之计 根本无法施展 赤壁之战 虽然打赢了 可是吴国也并没有其他发展 以为苦肉计能听过诸葛亮 却是自作聪明 让诸葛亮立下军命状 但人家搞了个草船借鉴 听诸葛亮说 曹操要把自己老婆关进童雀台了 气得暴跳如雷 搞了个美人计 却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诸葛亮面前 周瑜只能屈居垫脚石的角色 输到一塌糊涂 如果没有赤壁之战的天宫 周瑜甚至入不鸟榜 承玉跟从曹操以来 参与了攻打吕布 袁绍 刘备 孙权的大部分战士 一直出谋献策 表现出众 当时曹操自己率步前去攻打徐州桃迁时 不料曹操前脚刚走 成功就怂恿吕布反叛了 承玉果断亲自率军攻取东阿 还劝说静允坚守换线 又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黄河上游的苍亭金渡口 让成功部队无法渡河 就这样一直坚守城池 直到曹操从徐州赶回来 如果当时眼周被吕布完全占据 那曹操就会像后来的刘备那样四处飘搏 竟然临下了 刘备当时被吕布击溃 来许多投奔曹操 承玉看清刘备有雄才有野心 劝曹操杀了他 可惜曹操却没有这么做 下批之战中 承玉献出了李英外河加右敌伏兵之计 攻破下批 并最终将关羽围困在土山上 苍廷之战时 承玉献出十面埋伏之计 并最终取得大劫 承玉主导了诈骗性事件 将徐树从刘备身边骗制曹营 赤壁之战时 承玉看破了庞统的连环计 可惜曹操都没有听进去 导致全军覆没 整体来讲 承玉之谋略 执行率 正确率都非常高 也很会识人与洞悉人的性格 可是他不会去揣摩曹操的意思 因此意见多半会被曹操否决 好 知道了 你去吧 关于承玉有一段很震惊的记载 三国演义都不敢提到 就是曹卫君吃人肉的事件 想看的朋友们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会介绍 西满三国没有提及举兽 可是举兽其实是袁绍军最杰出的谋士之一 他曾经建议袁绍迎奉天子以令诸侯 建议袁绍分立三子 劝阻袁绍不要南下进攻曹操 可悲的是 上述三条战略性计策 军委被袁绍采纳 如果袁绍听从了第一条 那么就没有曹操什么事了 关渡之战爆发后 举兽建议速派精兵保护乌朝粮草屯粮的地方 但是袁绍不听 还以妄言惑众之罪将他尖压 结果被火烧乌朝 关渡惨败后 举兽宁死不降 最终被曹操斩杀 如果举兽的谋略能够得到充分实施 袁绍几乎必成霸业 举兽之才 绝对不在寻遇之下 但袁绍毕竟不是曹操 他只善于自毁长城 三国时期被人冠以 鬼才知名的国家 是曹操最喜欢的谋士之一 曹操征讨吕布时 先后夺取了徐州和小佩 吕布无奈退守下批城坚守 围攻两个月攻不下来 曹操要退兵时 郭家献上水焉下批之际 就是掘开了一河 似水的河 让大水冲进下批城 就这样轻松攻下下批立下大功 当时袁绍病死 他的两个儿子袁绍和袁绍被曹操打败后 逃跑到辽东公孙渊的地盘上 寻求公孙渊庇护 大部分人觉得 袁氏兄弟会和公孙渊联合起来 鼓动曹操继续北伐 斩草除根 郭家却让曹操退兵 果然 公孙抗将袁氏兄弟杀了 送给曹操做人情 顺便表示臣服曹操 一记定辽东 看起来不费一兵一卒 可是呢 最后司马懿还是派了四万大军北伐 死了一万人才把辽东拿下 十胜十败计 说实话 这条大名鼎鼎的对比分析 并没有实质性的谋略或计策 其实也就是给曹操灌的鸡汤而已 将郭家说成三国第一谋士就夸张了 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 更是谣言 郭家厉害虽厉害 但毕竟去世太早 谋略太少 郭家死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巡忧都是曹操的谋主 西满三国也把这个人物去了 徐州风云期间 巡忧主张先拿下吕布 再处理元术 严金之战时 巡忧使出了粮草诱敌之计 让文丑的骑兵纵队溃步成军 到了关渡之战后 巡忧提出了三条规划性策略 分别是必须马上出兵 派徐晃袭击寒猛的粮车 声东击西 使得袁绍军分散兵力 曹操全部采纳 也都全部成功 袁绍死后 袁潭前来投降 承郁认为不允许投降 但巡忧认为接纳后 可以轻松拔除袁氏兄弟 事实证明是对的 后来袁上袁西逃走 承郁在线诈祥祭 让以前袁绍的部下前去诈祥 高干又重计被杀 当时孙权佣军在柴桑 巡忧送孙权劝祥书 要孙权共请刘备 分荆州之地 顿时让江东群入贵了 而孙权也一度彷徨无措 赤壁之战开始后 他也识破旁统连环祭 可惜曹操不听劝 赤壁结束后 他还献祭骗马腾进京杀了他 马腾死后 马超前来进攻 曹操屡屡被马超的西梁军打败 曹操一度无险可守 巡忧让曹操就地取材 取位和沙土筑其土城 过后曹操再往土城泼水 一夜之间筑成高大冰墙 防住了马超的西梁军 纵观巡忧的表现 堪称无往不利 基本全部被曹操采纳 也全部取得了预想的成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巡忧都是曹操的谋主 终于到独式贾许了 这个贾许就厉害了 他一生中一次失误也没有 可惜那么有名的谋士 新版三国也被删掉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计谋太过于毒辣吧 贾许先后跟随了董卓 解决郭四 段威 张秀 曹操 曹丕 但每次都能得到信任和器重 当时朝廷乱的腥风血雨 董卓死后更是一座无主之城 理觉 郭四进入长安后 不知如何治理 这时贾许为求自保 出了一条毒计 那就是再一次血洗长安 目的是清楚反对的官员 这一招 引发了长安城两三年的一片血雨腥风 过不久 马腾 含随起兵讨伐李觉郭四时 李觉郭四不下 王蒙 李方请令出战 贾许说两人出战必败 王蒙 李方不听 结果都被马超斩首 过后 他在鸿门宴又杀了凡仇 贾许为求自保 离见李觉雇用的枪兵 离散了李觉的主力部队 李觉失败后 过后呢 依附同郡的断威 投奔张秀 投靠张秀后 吕仙妙计打败曹操 还把鼎为曹昂 曹安明杀了 曹操正在西南前线与刘表 张秀作战 曹操担心袁绍要兴兵进犯许都 下令退兵 张秀得知后就要追赶 贾许马上阻止 张秀不信 结果大败而回 这时贾许却建议 再马上出兵追击曹操 张秀虽然怀疑 还是听了这个意见 果然就大胜一场 这就是贾许高光时刻 欲知敌我 以变之变 是贾许取胜的妙诀 最后为了攀上曹操这棵大树 劝张秀投降 到曹操讳下之后 贾许还是陷了无数策谋 在赤壁之战前 贾许曾劝说曹操不要发动战争 曹操不听 结果大败 过后 马超含遂起兵反曹时 贾许使出反剑计 离见马超含碎两人 致使马超败走梁中 过后 曹军进攻汉中张鲁之时 贾许再出反剑计 会陆杨松 致使庞德归顺 过后 他还帮助曹操夺敌称帝 最后曹操要难争 贾许劝阻 可是曹操不听 结果又是惨败 贾许算是曹操五大谋士中 最成功的 如果抛开战略层面 统帅层面 只考虑利己主义的话 那么贾许则是三国最牛批的谋士 寻玉是一位超级战略家 他为曹操规划了 神根故本 以至天下的宏伟蓝图 邪天子以令诸侯 是世纪大战略 乃曹操发家之根本 献了二虎净食 和驱虎吞狼之计 建议先剿灭吕布 再涂河北 不断地给曹操灌鸡汤 建议曹操南征刘表 然后不动刀兵 而得荆州 为曹操举荐了多位重要谋臣 如国家 寻幽 承玉 刘叶等 寻玉的功劳 单看这三条就很牛了 这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邪天子以令诸侯 更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政治转折点 邪天子以令诸侯之后 曹操正式起飞了 从拜袁绍统一中原开始 这都是寻玉的计划 但凡曹操出征 比如征吕布 张秀 比如关渡 赤壁 都是寻玉在后方作证 可以说 寻玉是曹操的大后方 可以让曹操毫无后顾之忧 然后全力进击 没有成玉 寻优 杂许 甚至没有国家 曹操都可以承受 但是没有寻玉 管理团队帮他去处理内政 资源 管理 战略等各种问题 曹操根本建立不脑曹魏帝国 但寻玉是一位悲情谋士 他忠于汉室 却为曹操卖命 最后一个要扶汉 一个要带汉 寻玉和曹操的政治分歧 已经不可调和 不久后 曹操送来空石河 寻玉明白了曹操的意思 只好服毒自尽 陆迅虽然没有主角光环 存在感很低 但是 他的出现 改变了整个三国战局 关羽驻守的凡城 岩浆有风火台 无法可破 陆迅初季 让吕蒙托并辞职 再派人送鸣马 帝锦 九里等 给关羽赞美观光 但他骄傲 关羽果然起了轻视之心 后来就有了 吕蒙白衣被将其军中 关羽败走迈城 当时 刘备带了八万军 南下讨伐东吴 吴军就派了陆迅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火烧联营 陆迅因此一战成名 在南郡之战时 陆迅扶兵在内 让诸葛锦扶兵在外 内外加工 大破曹真 石亭之战 虽然名气不大 可是石亭是个 很重要的战略地区 因为占据石亭 在战争中 才具有主动地位 伊林败鼠 石亭破位呢 是规模超大的 国家级战士 他成功让孙权登基 这两场战役中 陆迅表现出了 超强的统帅能力 展现了极强的谋略规划 提出了诸多可行性的计策 自始至终 算无一策 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 论统帅 陆迅可与诸葛亮 司马懿 相提并论 如果论功劳 则陆迅明显强于其他谋士 似乎不在寻遇之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